美国印钞机越来越慢后,美国前高官预测,美元离崩溃似乎更近了。 今天,美联储订了的这件大事或预示驻暴风雨将至。不出意外,美联储如期宣布提高利率,随后市场波动明显,截至本文发稿时,三点,美股短线走高,美元一开始急速上涨后指数又短线下跌超40点,美大收益率大涨,把金、黄金等贵金属价格上涨。 同时,此次多数美联储官员预计今年共加息四次,上次多数预计三次,还删除了上次声明中利率将低于长期水平的表述,并调升了美国今年GDP预期和今明两年PCE通胀预期。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事实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目前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才能在现在高估值的资产价格下保持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而此时,正值美国失业率位于17年的最低位,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美国经济年增幅为3%之计,虽然美联储削减了刺激规模,但资产价格,比如房价和股市等,还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而且现在的金融监管政策比去年更为宽松。 对此,新债王在6月12日Double Line的资产配置策略直播中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几乎是自杀式的行动,我们在扩大赤字规模,同时却在加息。 很明显,我们注意到,新债王的警告已经升级,就在上个月,他批评美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是一杯非常危险的鸡尾酒,新债王认为美元长期走势依然悲观,尽管短期内升到95并不会意外,但在通胀有可能会随时爆发的背景下,2019年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事实上,这在近十年来货币供应爆发式增长和国际油价随时会走强的背景下,生产要素成本明显提升了,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减缓一点都不意外,当然,这也是长期靠发展驱动经济要品尝的苦果之一。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图片来源 Your Retirement 换句话说,只要美国逆全球经济一体化策略不断升级的同时,随着美国债务赤字的进一步加大,美国经济也不可避免的会同步陷入信用危机,这更将导致全世界对美元的好感度持续减弱。 此时,美元和美国经济或正在引阵止渴,我们多次强调,债务危机的爆发就意味着美元会丧失货币信用红利。 事实上,近期IMF公布的全球储备货币份额报告,就印证了美元货币储备份额已经跌至五年来最低水平。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美银,高盛等投行在内近期以来也在不断警告美国经济有可能会出现衰退。 比如,据高盛的压力测试发现,美元收益率一旦大幅上升至4.50%,将导致美国经济急剧的放缓,同时股市将会暴跌20%至25%,对2018年和2019年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分别是减少0.5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华尔街日报在6月12日更是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州可能会处在暗示警告衰退即将到来的尴尬境地。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轮美元指数上升过程中,美元指数最大升值幅度达到6.2%,同期美元对人民币最高才升值了大约2.5%,所以说, 从这一点来看,美元的这一轮升值并非仅是因为加息和美大收益率、美国市场利率的上升,更重要的原因是欧元区和日本今年经济的意外走弱所致。 不过,现在我们就认为日本和欧洲经济将会出现持续萎缩还为时过早。 比如,上周,美元指数自95一线快速回落至93.3附近,而引起调整的因素除了自身的经济属性以外,我们发现欧元的上涨就是其调整的重要诱因。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图片来源1,Verse Radio 事实上,在美国印钞机越来越慢后,对于美元的未来,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Ron Paul早在数月前就做过相似预测, 他认为,美联储不但不能有效制止通胀,美联储决策者在5月4日的会议中已经预计到通胀将会回升,相反,其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凶手。 美国经济不像华尔街认为的那么强劲,一场痛苦的市场调整即将到来,但却几乎无法阻止它的发生,现在市场风平浪静的局势最快可能在接下去的几个月就会变得丑陋。 他甚至认为,世界经济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美元一崩溃似乎更近了。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 正如新债王所分析的那样,现在对美元真正的考验是,美国能否维持令人难以置信的赤字融资和持续累积债务? 因为,世界无法以这种方式一直运行下去,我们也多次提及,美国在2008年债务危机之后的十年里,仍然没有摆脱对借贷的依赖,靠债务来驱动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美国对这一根本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全世界去美元化行动此起彼伏,即美元资产价格存在泡沫风险和筑企贸易壁垒的背景下。 图片来源CNN。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